好來看一下王建仁老師做的動畫 跟各位解釋一下我們的馬達電動機 好來 這又是安培右手定則 握一握NNS 然後呢 這旁邊有敞實鐵 然後它會排一次它就會轉 可是如果你不轉方向 你還是維持原來的NNS它就吸住了 它就不會動了 所以我剛剛跟你講說 它每半圈必須要換方向一次 它才會繼續的轉動 然後呢就是整個就這樣碰了 透過我們的電刷及電環 讓它能夠每半圈換方向一次 然後呢就是我們的長相 然後還有不同的呈現 安培右手定則 右手定則 然後呢要換方向 要換方向 然後就是靠磁力的推動 現在排斥啊吸引啊 讓它能夠持續的轉動 讓它持續的轉動 然後就是讓它動 然後你如果 放一個就變成電風扇 放一個就變成電風扇 OK 然後你可以把它全部拆掉 然後把它裝起來 裝好 它就會轉動 它會有一閃而過去 就是要做靠慣性衝過去 然後這個電環是有位置的限制的 這樣會正常用 如果你把它這樣變垂直 它就動不了了 這樣就會卡住了 所以要擺個正確的位置 正確的位置 靠關心衝過去 然後呢電流越大 磁場越大 就會動的就會越快 所以兩個會動的比較快一點 兩個動的比較快一點 就是王老師的動畫 跟你說明我們的電動機 OK 真實的馬達是做成這樣子的 你如果像我們剛剛畫的 那個只有一圈的 只有一組線圈的 它的推動力是一個 忽大忽小的 波形的 我們畫過那麼多有沒有 波的那樣子 大小大小 所以如果你看到 你會這樣子 用力推一下 然後沒有力 推一下 然後沒有力 所以它實際上做的時候 是好幾個 左邊大的時候 右邊小 右邊大的時候 左邊小 然後加起來又均勻的 它就會均勻的 所以 實際上做還是像這樣的 實際上把它做還是像這樣 並不是只有單純的一組線圈 OK 來 剛剛講過考試考題目 它是什麼玩意兒 假叫什麼名字 剛剛講過了 電刷 考試考題目 請問你它會怎麼動 四十鐘轉 逆十鐘轉 瞬時鐘轉 瞬時鐘轉 為什麼瞬時鐘轉 電流正極流過去 左邊的那個電刷碰到下面的極電環 然後往下流 所以看起來 右下 看起來是面對我朝左下角流嘛 所以電流這樣子流 這樣子流 安培 安培 右手定則 所以大拇指是N級 所以右邊是N級 左邊是S級 NN要怎樣 互相排斥趕走 所以這什麼時鐘轉 瞬時鐘轉 所以考試就問你它會怎麼轉 它會瞬時鐘轉 這就是簡單的考題 就是我們這個 電池交互作用 然後我們講一下馬達 瞭解它裝置的名稱 瞭解它怎麼運動 不管是我們舊的那個畫法 還是新的畫法 你都可以很容易的 知道它應該如何運動 OK嗎 OK